前夕組市長林志堅 因為論文抄襲案 被調查官余振煌 提告違反著作權 下午首度親自出庭 市長會不會覺得很委屈呢 市長會找到現嗎 40分鐘的開庭各有攻防 但余振煌的律師 這次還要向北檢地狀 加告林志堅加重誹謗 不滿先前被反過來說 是余振煌抄襲他 用電腦複製貼上的版本 然後再來做局部的修改 然後這樣子完成他的論文 才會導致說很多論文裡面 有一些錯漏式的部分 他也沒有在 在最後訂稿的時候 去做一個修正 最荒謬的其實就是林志堅先生 在話題上公開宣稱 他是受害人 他認為說自訴人操弄媒體 要試圖影響新竹的選群 余振煌的律師指控 林志堅的論文抄襲部分 多達三十三個段落 用字幾乎一樣 甚至有三處連錯都沒改 明顯是複製貼上 而林志堅律師則說 余振煌的論文內容 是取自林志堅選新竹市長時的 民調數據 還有陳明通給他的參考資料 反控明明是余振煌 抄襲林志堅 根本是誣告 強調台大選輪會的調查結果 並非本案鑑定報告 不能當證據 也喊話要余振煌 親自出庭說清楚抄襲哪裡 而支持林志堅的還有這位 這是個冤案 我在這裡必須說明 通過這樣的東西 我沒辦法接受 兩個學生互控抄襲 現在老師已經選邊站 只是從來沒有公開表態的他 突然在開庭前一天爆氣喊冤 時機格外敏感 到底誰抄誰 兩邊正式開戰 TVBS宣傳講述 歡迎A市交助 泰寶道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